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这样的求婚让人羡慕 并向这对小夫妻送上祝福 7月4日 记者从桂林警卫区了解到 这对令人羡慕的小夫妻来自桂林新安 其中杨振宇来自新安镇园江村 廖冰冰是新安县荣江镇出集中学的一名老师 记者辗转了解到他们求婚背后的故事 一 三群以上对助公求婚求婚视频 源于杨振宇对妻子廖冰冰的一句承诺 两人恋爱六年 因为身为军人 杨振宇与廖冰冰真正相处时间不超过半年 两人的感情大多通过电话联络 今年6月1日 廖冰冰打电话 让杨振宇陪他一起去游乐场体验童年 热天训练的疲累 加上身体有些不适 杨振宇觉得廖冰冰的要求 有些不合情理 别闹了 我们都结婚了 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 没想到对方的脾气来得更快 没时间 没时间 干什么都没时间 就领证的时候有时间 说完 廖冰冰直接挂了电话 中午午休 杨振宇躺在床上搬来覆去睡不着 觉得自己作为军人 对妻子已亏欠了太多 上次他先回家打了证 却没有典礼仪式 更没有兑现自己求婚的承诺 他想为妻子做点什么 于是约妻子端午来赶探亲 当天晚上 杨振宇把心中对妻子的亏欠 向部队领导汇报 领导对此是很重视 说道 就让我们驻香港部队三军一仗队一起竞争这场爱情 但为了影响部队训练 杨振宇景和战友商量好了 在当天操课的时间 排列一个简单的队形和放一段VCR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端午假期 廖冰冰以家属的身份 第一次踏进了驻香港部队营区 来到这个丈夫驻守了九年的地方 结后第一天 杨振宇便让他去看他训练 让他感受驻香港部队与帐兵的风采 当天 杨振宇强忍着激动的心情 不让妻子看出半点破绽 廖冰冰也并未生疑 来到了操场一角 早在一旁候着的女兵小徐看到了女主角 便来到廖冰冰跟前 事宜跟着他走 廖冰冰刚走到操场中央 广播声夹然而止 所有一张队员停下训练 面向廖冰冰转身 踏着整齐的步伐 喊着响亮的口号 将他团团围住 这时候 操场大屏幕上 开始播放杨振宇的表达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 廖冰冰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那花开始 在眼眶里打转 接着 一段温柔的音乐响起 身着礼服 手捧鲜花的杨振宇 走到廖冰冰跟前 地上鲜花 并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振宇拿出一枚五角形式样的戒指 对廖冰冰说道 嫁给我吧 廖冰冰捂着脸 感动得温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现场战友们纷纷起哄助攻 嫁给他 嫁给他 廖冰冰热泪盈眶 一边哭一边说 我愿意 杨振宇为妻子戴上戒指 拥抱了他 他又取出一枚三等功奖章 挂在廖冰冰脖子上 我的荣誉永远有你一半 随后 营长 教导员来到求婚现场 以仁振宇兄长的名义送上祝福 并向默默守候在官兵身后的君嫂们致敬 我真的没想到 他会在这里给我补下求婚仪式 关键还有那么多遗仗对战友一起见证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 也特别意外 谈及这个令他意外的求婚仪式 廖冰冰特别感慨 他说选择嫁给杨振宇 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作为一名军嫂他感到无比光荣 二 分隔两地的爱情 2013年 两人爱情的种子才刚刚萌芽 在驻香港部队的杨振宇 对女友十分惦记 可是出了休假 和女友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有一天单位同志将组织间子评比 上榜的同志可以奖励外出一天 在爱情的鼓舞下 杨振宇更加拼命的训练 每天清晨五点半就起来 绑上沙袋 跳台阶 冲缺 晚上给自己测试 每天 如此却一点不感觉累 最终他如愿得到了一天假期 两人戏后在中环码头 杨振宇傻笑地看着亮冰冰 廖冰冰却心疼地看着杨振宇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拂面而来 杨振宇不敢正面对着女友 悄悄地问 你怎么才愿意嫁给一个人 廖冰冰爽朗地回答道 当然要先求婚了 这句玩笑话 杨振宇一直记在心里 但直到今年两人领了结婚证 杨振宇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向廖冰冰求婚 我没有求婚 你怎么还是愿意嫁给我 这是拿到结婚证后 杨振宇和廖冰冰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为了谈恋爱 在廖冰冰眼里 六年多来 两人没有像寻常情侣那样 享受太多浪漫 一起看过的电影太少 一起走过的地方太少 一起吃过的晚餐太少 只有用结婚来生住未来的时间 才能弥补这一切 但杨振宇始终觉得欠她一个装装的仪式 这场军宇里的浪漫求婚圆了两个人的心愿 三 同事口中的敬业老师 在新满县荣江镇初级中学的同事眼里 今年25岁的廖冰冰 是个热爱工作且低调的人 在采访中 荣江中学的政教主任蒋文告诉记者 廖冰冰本身就是荣江人 从小在荣江成长 大学毕业后 她没有选择去大城市发展 而是回到了家乡 如今 她已经担任班主任一职 因为性格活泼 工作细致 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她还担任了学校的教务员 负责学校 教务工作的安排协调 因为为人低调 同事们都不知道她有男朋友 直到视频传播开来 大家才知道原来两兵兵竟然是一名军嫂 江主任说 视频传开后 有同事转发到了工作群里 大家纷纷点赞并送上祝福 不少同事转发并评论 向身边的军嫂敬礼 本文由桂林日报记者 陈静元创 版权授权作品 请勿刀版 请勿创 请勿创 请勿创